到底...到底...到底在哪裡啊? 喔!前面有洞穴! 好!先走吧! 啊!你們來了 謝謝!我就知道你們會來了 別離那麼遠,過來說話啊,不要!我要先存檔 存檔比較重要啦 11跟14都不要動,記得提醒我一下 然後我說那一部就輪廓了超級爛片,哪一部啊? 能瞬移身體衣服內部內部的原地?不要啦! 我的不要欸 那太蠢了啦 那不是代表你每次瞬移都要瞬移在有衣服的地方 呵呵呵 你假的沒運呢 最惡...喔!最惡的王冠我好像知道 可是我不太喜歡看就是了 我對那個...有些動畫片其實沒有很感興趣 那個我們要找什麼 狼 蛤? 我的好朋友 他就在我觸手可決的地方 每天我們都能見他 見到 但他已經不記得我了 明明距離那麼近還記得 你不得 嗯...他的記憶被人消去了 被...某個人 所以我想讓你們幫我自由的記憶取回來 怎麼取? 這個房間... 這房子的旁邊有一個秘密地點 那裡連接了他過去的記憶 那裡就是說... 去那地方蒐集記憶的碎片 你沒法...自己去嗎? 我去蒐集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想讓你們幫忙 而且蒐集到記憶之後得到好處的可不只是我 嗯? 嗯? 你們兩個是為了找佩科才來白狐山的吧 嗯? 為什麼你們會知道? 這是...秘密 等你們蒐集到全部記憶之後就會明白了 入口就在這個房子外面 共有三個記憶碎片 加油! 他是佩科 應該不是吧 為什麼他會知道啊? 那個神野終於開始行動 那個神野終於開始行動了 為了神野要救他 不然他會死 我們工作 嗯? 保護神野大人是重要的動作 蛤? 保護神野大人 恩? 神野的身份到底是... 神野的身份到底是... 這什麼東西 好花喔! 我鬧 自由的記憶 真實的記憶 恐怖的記憶 他剛剛 是說他剛剛的照片說有白髮的人的照片 有嗎? 白髮的人的照片 我沒有印象耶 喂 你誰啊 找我有事 我才問你是誰呢 這是我秘密遊樂場 別隨便進來 這裡 你彷彿在故意逗我笑 趕緊滾出去 我可辦不到 這裡是白湖山 我的地盤 你好像繼承了狼的血液啊 狼的血液 那是什麼 自己沒有發現嗎 沒什麼沒什麼 我叫小野洪雨 是白湖山這片的扛把子 你和我同齡吧 這麼小就混成扛把子了 最開始這三是我父母在管裡的 他們死後是我弟弟在管 但他現在 看來不是幾句話就能說明白了 我還沒說完呢 我討厭不開心的話題 再說我差不多也明白了 你叫小野洪雨吧 我叫優 然後 站桿上放暑假 所以回家來玩 嗯 這就是說你只在這待到暑假結束囉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段時間都多多關照了小野 我會多多關照你 你小子很囂張啊 這是白湖山 這是白湖山 有點不一樣 這某錯記憶碎片 人類的孩子真少見 讓我想起以前的試者 那時候真幸福 沒有不斷湧來的狸貓 和平的日子 唉 跑題啦 前面有狸貓 十分危險 注意安全 他是小丫頭啊 紅雨是黑狐的名字還是是啊 他是那隻黑狐的名字啊 前面有個最喜歡的地方 嗯 怎麼還有你不知道的地方 為什麼 發生過火災是雙親被殺的地方 你的父母不是出意外為被殺掉了嗎 你要真想進那就進去吧 我剛剛就在想這一個啊 我想說奇怪 紅雨是 黑狐的名字 而那隻 叫做什麼笑 笑葉喔 白狐叫做笑葉 跟 跟他剛剛講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害我疑惑了一下 你父母為什麼被殺啊 怎麼突然問這個 你這個反應是被仇家殺的吧 錯了 那些笨蛋 以為殺了我父母 就可以奪取這片土地 想到這片地 腦回路真奇怪 這裡看起來也沒買什麼財寶啊 這裡有的 也就一個奇怪的傳說 這裡有一隻黑虎 一隻白虎 小野 奇怪的傳說 真是沒禮貌 其實好像也挺奇怪的 狼的噱頭 然後那個 那個扛霸子是 不是扛霸子 扛霸子是小野 是那個 小野紅魚 是不是 他們會攻擊我 他們會攻擊我 這些 這些狸貓會攻擊我 不信 有沒有你看你看你看 我都說他會攻擊我 是不是 因為我剛剛看到我走過去的時候 他會一直在看著我 好我現在想辦法繞開他們 我不想被他們打 黑虎跟白虎 越講越奇怪欸 你們 嗯 嗯 又怎麼了 我的 我的重要的石頭沒了 重要的石頭 難道是妖石 妖石 小野很清楚那個石頭的事 嗯 算是知道 我不是很了解那個東西 我母親就跟我說 一生都要重視這塊石頭來著 嗯 確實應該 那個石頭碎了的話 你可能會死 蛤 妖石就是那種東西 黑洗衣服 白白黑洗衣服 什麼東西 黑金剛 黑皮白牙 白鬍子 黑鬍子 趕快找妖石啊 你覺得會在哪裡 剛才我們去爬原木了 可能會在那邊 還好就是去洞穴探血 可能掉在那裡 原木或者洞穴嗎 總之我們先回去吧 我們也去那邊看看 想去找那個聲音的妖石 妖石 我 去哪找啊 黑血公主白血公主 調查原木 只有無數細小的蟲子 啊 會不會在那個洞裡面啊 看一下看一下 啊這裡掉著一塊綠色的石頭 但它消失了 找到了找到了 你的妖石 綠色的啊 和我一樣 小野你也有一樣的石頭嗎 不 不一樣 你的叫透視石 我的叫透灰石 我的叫透灰石 透視透灰 不都是透嗎 如果要別的那個狸貓打死可以變成大肉 真的 然後就可以補充很多的那個飢餓子 跟精神子 只是名字比較像而已 不要再記這細節好嗎 真是 聲音的主人好像找到了 我們繼續前進吧 煙雨安安喔 大士騎 為什麼扯到大士騎啊 唉唷 我想要透視 然後是你的髒東西 哇還有藍色的草耶 好Fashion喔 太Fashion阿 有個閃光的東西 那是什麼 這就是記憶碎片嗎 也沒有別的東西了 我們先把這個拿回去吧 獲得記憶產片 看 這裡是我最喜歡的地方了 草都很漂亮吧 這是 腰草 這裡是我曾經的家 呃 挺懷念的 自從那之後 我就從沒回到這了 已經變成這樣了 沒想到 這裡會是你以前的家 住在這樣的深山裡 不會不方便嗎 感覺都可以當秘密基地了 以前倒是沒覺得有多方便 那時候父母和弟弟都在 真想回到那時候啊 如果那傢伙沒有放火的話 謝謝你 如果你不帶我回來的話 我可能永遠都不會再來這 嗯 啊不用謝 你心情還可以嗎 沒事的 不過 怎麼 要是可以的話 你明天 也和我一起玩吧 啊我隨便啊 我現在放暑假 每天都很閒的 真的嗎 那太好了 小野 已經接受自己的過去了 我在想啊 這個 太老啊 我幫他取了 太老 為什麼我要叫他太老 我搞不懂欸 我到底當時在想什麼 那個太老啊 他會不會就是那個 上野的朋友 我在想啊 好啦先走啦 呵呵想睡放空 想睡就先去睡啊 呵呵 幹嘛把自己搞那麼累呢 我是不能睡啊 我睡到兩點 欸我睡到兩點都起來喔 呵呵呵 可是還是覺得好累喔 都是自動選擇的時候 真的 我超討厭自動選擇的 每次都幫我選錯 回去 能找到記憶睡眠真的太好了 雖然想立刻去下一個出口 還是先去神野先報告吧 還沒去報告喔 呵呵呵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 上一點是陳嗎 什麼是 那邊那個女的 你們認識她嗎 女的 是指柴奶小姐 柴奶 才不是那個庸辭的女人呢 是那個 這個 感覺很 淑女的那個 不認識 不認識 是嗎 抱歉打擾了 那女來都在結界對面 把我看看在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們不能讓不知底細的人進來 然後你們把我包住是怎樣啊 氣死我了 剛剛提到放暑假 動物有放暑假嗎 呃 可能他們有吧 可是他們就是 有學 他們既然有學校 應該也是有放暑假那些的吧 敵人還是自己 那個女的 法師和神野大人很像啊 要是他們認識的話 那女的不會在這地下迷路了吧 佩科嗎 真麻煩怎麼辦 看起來這個真美欸 哇 你怎麼了嗎 啊 呃 你們找我有什麼事 嗯 你剛才叫我的名字了 當然沒叫啊 我和你第一次見面 怎麼可能知道你名字啊 是這樣嗎 你看起來很困擾 發生什麼事了嗎 啊 我迷路了 正在找能住的地方 能住的地方嗎 神野先生的家 倒是在這附近 真的嗎 但只有一張床 啊 對了 喔這有睡袋 你拿著這個去神野家裡睡不就好了 那個 是我們房間裡的那些睡袋吧 不要在意這些細節 神野先生的家 在長著很多紅草的深處 雖然還沒跟他說你住的 這是他家的事 但他絕對打理 真的嗎 謝謝 那我們今天去那邊住吧 你們趕緊回住的地方吧 拜拜